43岁孙叔妹出道28年旅被报密婚生子,亲上火线回应了,金举台语歌后孙叔妹出道28年外形保养得宜,尽管外界总是对她的感情生活津津乐道,但43岁的她坦然面对,表示自己已单身8年,目前尚未遇到合适的伴侣,她坚信一切随缘,对于结婚和生子仍抱有美好的憧憬。 并乐观地表示,我顺其自然,接受现状,尽管网络上多次传出她已密婚生子的消息,但孙叔妹坚决否认这些传闻,称这些都是乌龙消息。 她表示,身边的好友和年轻粉丝都不会相信这些假新闻,但一些长辈和资深歌迷可能会受到误导,因此,她再次澄清,我没有结婚,没有生小孩。 这些都是网络上的错误信息,或者是我在戏剧中扮演妈妈角色给大家带来的误解。 孙叔妹个性贴心且热爱家庭,她坦言以前曾渴望结婚生子,但妈妈一直劝阻她享受单身生活。 她笑称,去年在新歌活动上放话,想为婚生子后,引起了许多粉丝的热议。 她打句说,不少好友还将新闻报道传给她看,让她感到尴尬,一些保守的长辈也叮咛她讲话要含蓄一些,以免嫁不出去。 近日,孙叔妹推出了《魁为六年的新专辑》《我要闪闪烁,我要当你虫》,这张专辑筹备了两年时间,其中的新歌咱更是由她自己作词。 作曲,她直言,这首歌唱出了对妈妈和家人的深深爱意。 当歌曲完成后,她第一时间在电话中轻唱给妈妈听,妈妈听完后安静了数秒,母女俩都被深深感动。 随后,她将咱剪辑成约三分钟的影片送给全家人,以表达对家人的爱意。 孙叔妹从小就热爱歌唱,年仅14岁就参加歌唱比赛节目并脱颖而出。 2005年,她以专辑《爱到侃战》,夺得第1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人奖。 对于是否期待再夺金曲奖,她坦率地表示,当然很期待,人人有信心,个个没把握。 金曲奖每年评审喜好不同,我们是没办法拿捏的,只能做好想做的事情,喜欢的事情就好。 她坚信只要用心付出,总会有收获的那一天。 孙叔妹,一位在歌坛展露头角的璀璨明星,她的才华与努力使她成为21世纪新人歌唱排行榜中最具代表性的歌手之一。 早在1993年,年仅12岁的孙叔妹便以出类拔萃的表现征服了观众和评委,一举通过儿童组比赛,正式踏入歌坛。 在接下来的20周比赛中,孙叔妹更是展现出了惊人的实力,每一次都荣获第一名,成为了无人能敌的金带子记录保持者。 无论是儿童组还是校园组,后来的参赛者都纷纷以她为榜样,争相演唱她的歌曲。 孙叔妹以其纯熟的唱腔和出色的表现,成为了台语歌坛的小天后,2005年更是凭借爱到砍战。 专辑荣获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演唱名奖,奠定了她在歌坛的地位。 然而,孙叔妹的才华并不仅限于歌坛。 近年来,她转战戏剧领域,同样展现出了出色的表现。 2021年,她以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入围金钟影后,成为了备受瞩目的焦点。 在公式人生剧展,趁她还记得的媒体查续上,她与潘莉莉、曾少宗等演员共同出席,分享了自己的戏剧心得和生活中的点滴。 值得一提的是,孙叔妹在剧中饰演潘莉莉的女儿,面对妈妈罹患失智症的情节,她深情地演绎了身处三明治世大的困境。 与弟弟曾少宗一起将妈妈送到疗养院的情节,更是让三人都感受到了无比的悲痛。 潘莉莉被问及现实生活中是否会提前物色疗养院时,她坦言若是失智,会比较想要到疗养院,以减轻子女的负担。 而一旁的孙叔妹则透露自己已经开始关注疗养院,并笑称自己一直很想退休。 对于婚姻和子女的问题,孙叔妹坦言自己可能不会进入婚姻,但身边的友人却建议她去动脑,以备不时之需。 对此,已经升格为阿妈的潘莉莉急忙劝阻,认为养小孩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 而孙叔妹则表示,亲友总说有小孩比较有依靠,但潘莉莉则认为这并非必然。 她认为女儿,女婿或儿子,媳妇并不能完全寄托希望,反而可能带来更多的烦恼。 近来孙叔妹更是有感于人生无常,所以已经先安排好身后事了。 还特别交代经纪人,若她发生不幸的意外,有两件事物必要帮她完成。 一是帮我把为了拍戏烫卷的头发给烫纸,我不要顶着一头大卷发走。 二是我名下所有财产,包括不动产。 除了留给我爸妈,其他我要通通捐出去,反馈社会。 之前为了怕父母击欠债务,孙叔妹这几年来所有的钱全部由公司直接转给妈妈,自己分文位取,再跟家里领生活费。 所以,到底给了爸妈多少钱,她自己也算不清楚,经济方面,父亲也毫无贡献。 孙叔妹无奈说,或许当孙叔妹爸爸的确太沉重,让她无法低声下气找工作。 但是我终究得面对自己的人生,我主动和妈妈提议不再把赚到的所有钱交回她手上,自己也存了第一笔积蓄。 现在我最害怕接到家里打来要钱的电话,由于自己的坚持,一年多来孙叔妹才有了几十万元的存款。 孙叔妹说,他们总觉得我经常唱个两首歌就能捧回一笔钱,赚钱太容易,谁晓得我在台北为了省钱。 经常连续两天吃泡面,一个便当吃一天就能过火,我不能忍受他们把我当摇钱树,又不把钱当钱的新爸,新妈心态。 孙叔妹的成长经历也充满了波折,她原本出生在高雄一个从事玛瑙生意的家庭,家境优渥,然而,随着经济的变迁,家庭的财富也逐渐消失。 她回忆起小时候,家中顶楼的工厂一天就能接到近四十万元新台币的订单。 生活富足无忧,然而,这样的生活也让她对金钱没有概念。 十四岁时,孙叔妹在父母的陪同下北上参加歌唱比赛,凭借出色的表现赢得了冠军,并被三立电视台签约成为旗下歌手。 然而,作为台语歌手,她也经历了许多困难,她回忆起唱片公司为了省钱,让她穿着第一张专辑的宣传服上通告,结果因为发育期的身体变化,原本极西的裙子变成了迷你裙。 还有一次,她因为参加电台通告而延误了进棚时间,让公司费尽心思才求来的综艺节目机会白白浪费,当年一直长期卖身器。 孙叔妹的父母糊里糊涂把女儿卖给合约内容极尽刻薄的三立。 直到现在,孙叔妹推出第十一张专辑,唱筹仅有微博的十一万,别人总是以为这些年我唱红了,应该是个小富婆。 天知道卡带现在哪有人买,哪还有得抽。 原本老板愿意修改合约,但条件是合约时间还得延长一年,因此作罢。 父亲后来投资的事业一蹶不振,转作投机生意,又是个无底洞。 幸运的是,孙叔妹的大姐一直陪伴在她身边,善解人意,让她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。 即便大姐曾经为了陪伴她而荒废了学业,但她现在却半工半读,考上了二纪继续深造。 如今,姐妹俩最常做的事情就是关起门来,忧心忡忡地担心父母又投资了什么生意,会不会再次被人骗钱。 或是突然冒出一大笔诈物,孙叔妹这一唱,不晓得又得再唱多久。 面对外界关于将女儿当作摇钱树的指责,孙爸爸选择了沉默,而孙妈妈则客气地苦笑回应。 她表示,最近家里状况不是很好,绝没有像外界所想象的那样。 孙叔妹要存点钱,是我主动提出的,她已经满二十岁了,是该留点钱在身边,而且她现在也会固定寄钱回家。 多少钱不方便讲,有上万了。 孙妈妈还透露,家里曾遭遇黑道上门所要巨额跑路费,但他们根本无力支付。 孙叔妹的感情生活也历经波折,据报道,她的初恋发生在高中时期,持续了三年多,却因家人的强烈反对而无骨。 之后的十六年龄,她一直保持着单身状态。 前两年,她终于谈了一场姐弟恋,然而恋情刚萌芽就被曝光,因为对方比她小五岁,父亲再次出手干涉,导致她再次放弃了感情。 不过,孙叔妹透露,家里并不催促她的婚事,只是担心她会被骗,她个性较为封闭,这也影响了她的感情观。 面对爱情,她非常理性,觉得单身也好,随缘就好,不会特别冲击。 从十四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出道至今,孙叔妹一直努力在歌坛闯荡,虽然曾有过被人当面嘲讽的经历, 但她并没有被打倒。如今,她在路上若被人认出,第一个反应就是害怕,故意假装大舌头或是脸歪嘴斜说我不是。 直到有次,孙叔妹被热情的百摊妈妈认出来,她同样否认,却遭对方生气大骂。 你明明就是,为什么不承认,当时,她先是感到丢脸又不知所措,后来才改变想法,调试心情,认为别人只是喜欢自己。 想打个招呼,没必要去否认。孙叔妹的人生充满了挑战与坎坷,但她却以坚韧不拔的精神一步步走来。 她用歌声传递着自己的故事,感动着无数人的心。 她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娱乐圈背后的心酸与无奈,也让我们更加珍惜那些为我们带来欢乐与感动的艺人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